黑衣男子和白衣男子两人在门口对峙 黑衣男手上拿着疑似长刀的物品 双方不断拉扯 黑衣男还是不顾劝阻进到店内 不过手上的长刀已经被白衣男子接手 事情发生在12日晚间11点多 知名连锁牛排馆的员工李姓男子 疑似和女同事有感情纠纷 于是气得要拿牛排刀和球棒找对方理论 店经理上前拦阻李姓男子还拿着刀子到处乱挥 还差点波及经理 刀子被经理抢走后李姓男子直接冲进店里 警方获报后到场处理所幸无人伤亡 不过李姓男子没有正当理由 就带着有杀伤力的刀屑已经违反设违法 警方将依法送办 并呼吁不论是任何纠纷都应该理性沟通 切勿因为一时冲动酿下大错 中文新闻社会中心综合报道